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假期,对小朋友来说,除了是一个不用上货的假期,也是一个能够有收入的黄金时机,不少小朋友利是钱随时有过千元,除了被父母扣起的部分之外,其余变成孩子零用钱的资金,应该如何运用才适当呢? 对未有收入的小朋友来说,零用钱便是他们的主要财富来源,而家庭如何安排零用钱也影响着他们对金钱的态度。 不论金额多少,零用钱能教导孩子明白如何作出选择,怎样做储蓄和学习为达到目标而等待。 有些父母为了要确保孩子健康成长,以为要避开作出令孩子犯错的机会,但在管理零用钱上, 不仅相信要让孩子尝试,不要担心出错,才能令他们将来减少犯错。 所以重点是如何尝试,需要把关的应该是可以支出的金额上限,不要以为吸了孩子零用钱,便是他个人的事,任由他自己处理。 事实是孩子学习金钱观念的途径,主要都是靠身边至亲的人,包括父母,所以理财是一种很重要的身教。 不者看过不少有关成人对金钱管理不善的个案,都是因为由小出现了问题而不纠正, 最后到成年后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改善。当孩子慢慢成长,有什么理财观念要掌握呢? 一支出和储蓄,当今天因为喜好或是冲动等原因而使用了金钱,代表为未来的储蓄会减少。 与期望将来能够达到某些短期至长期的目标,机会便因为资金减少而降低。 二,收入。期望得到回报的基本要求是要付出,要得到更多的收入和储蓄。 必须要努力工作,慢慢人生路上,总会有一些容易赚钱的机会。 例如透过投机或赌博,但这些只会是一些不常出现的机会。 有时一些人往往因为容易得到而不懂珍惜,最后很容易会失去。 更会影响已经拥有的储蓄。 三,借贷。 面对不能靠已有的储蓄和收入应付的支出,需要运用借贷去达到目标。 一些重要的人生决定。 例如买楼。 无可避免地需要透过按揭来上车。 孩子要学习所有借贷都是一种长期责任。 不能心存僥倖可以不用常还。 所以学习管理金钱。 亦是同时学习承担责任。 四,时间价值。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。 包括学习什么是现值和未来值等等。 但这些观念对达到长期目标非常重要。 当中牵涉期望回报。 风险管理和複式效应等。 针对孩子的零用钱管理。 什么年龄吸零用钱最理想呢? 应该吸多少零用钱才适当呢? 还有零用钱应包括什么支出呢? 以上问题。 下期跟大家再继续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